那接下来呢 咱们讲一下这个FREAD这个函数 FREAD这个函数呢 大家抬头看 它有几个参数 然后呢大家看 是不是咱们认识的 这个是通用指针呀 这个是size-t类型的 你可以认为是整形的 你认为啊 又一个size-t 它是用tapdefi出来的嘛 回头你具体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啊 然后是不是两个整形的参数呀 最后一个是什么呀 同学们 是不是文件指针 也就是说这一个是READ嘛 FREAD站在CPU的角度 肯定是从文件当中往外读东西呀 是不是同学们 好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 从Stream所代表的文件当中读东西 采放到PTR指向的内存当中 明白没啊 从文件当中东西 从Stream所代表的文件当中读东西 然后读到 保存到PTR指向的内存当中 然后呢 读多少个字节呢 每一块是三个字节 I remember块 明白吧 假如说这个是100的话 这个是三的话 那意思是读多少块啊 读三块 每一块是100个字节 意思是他想读多少个字节啊 300个字节 明白 读300个字节 保存了PTR指向的内存当中 返回值是实际读到的块数 明白了没有啊 你比如说你恰巧读到了300个字节 返回值就为3 是块数 对没有 假如说你刚刚读了250个字节 是不是多于两块不到三块啊 那就返回值为假 二 大于等于200 小于300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返回值为2啊 小于200 大于等于100的时候 返回值为1 是不是啊 小于100个字节的时候 返回值为0 不够一块返回0吗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然后呢 如果出错的话 返回复值 明白 小于100个字节 这一点大家注意 那返回值是实际读到的块数 你看 我想每一块是100个字节 是想读三块吗 是不是啊 这是块数 这是字节数 然后从Stream所代表的文件当中读东西 传到PTR指向的内存当中 返回值是实际读到的块数 那调用的话 大家抢头看这个例子 从FP所代表的文件当中读东西 保采那Stream指向的内存当中 每一块是100个字节 他想读三块 是不是想读300个字节啊 如果读到300个字节的话 返回值能够为3 明白没有 大于等于200 小于300 返回值为2 大于等于100 小于200 返回值为1 小于100 是不是返回值为0 明白没有 如果出错 返回一个复值 明白没有 好 了解一下啊 这个是读嘛 从文件当中读东西 传到PTR指向的内存当中 也不是从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存当中读 而是从这个指针代表的文件当中读的 是不是啊 同学们 然后这个写呢 参数和返回值一模一样 是不是啊 哎 用函数的名字不一样 他的意思是什么呀 是将这一个PTR指向的内存当中的东西 写到Stream所代表的文件当中 是不是 一个是从文件当中读 这一个是将这个东西写到文件当中去啊 写到哪个文件呀 是不是Stream所代表的文件 好 了解一下啊 实际写入的块数 它的返回值 你想每一块多少个字节 多少块啊 明白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个例子啊 同学们 那 这个程序当中 你看它定了一个结构体类型 然后有Name 有Number 有Edge 是不是 这两个是整形的 上面是字符串啊 字符数组型的呀 定一个结构体数组是 BowlerA是十个结构体 BowlerB是两个结构体 它想怎么样呢 它想让 它想让你啊 从键盘获取两个 从键盘输入两个结构体的信息 采放在BowlerA这个数组的第零个 第一个结构体当中 然后将BowlerA这个结构体数组当中的前两个结构体写到文件里面去 然后咱们再去从文件当中把它读出来 写 放到宝材的BowlerB当中 这个数组当中 明白了没有 然后大家看 然后大家看 首先是不是它打开一个文件啊 tas的trt 然后它干嘛呢 同学们 是不是放 BowlerA这个结构体数组的第零个结构体 I等于0的时候是第零个结构体的内蒙NumberH负质啊 是不是啊 然后I等于1的时候是不是给BowlerA1这个结构体 这个BowlerA这个结构体数组当中的第一个结构体的内蒙NumberH是不是负质啊 那经过这个放循环是不是这个BowlerA的前两个结构体就有值赖啊 然后它干嘛呢 同学们 Flight 就是写嘛 将BowlerA指向的内蒙 每一块是一个结构体大小 两块其实就两结构体吧 写到FP所代表的文件当中 那经过这个Flight之后 假如说这个文件刚开始空的 是不是你现在写了两个结构体进来了 读写位置是不是往后偏移了两个结构体 大小的字节数啊 然后接下来他又干了个什么事呢 叫Rewind 查那个文件指针进去 他就会将FP所代表的文件的读写位置 现在是在这么复位到开始 明白没有啊 为什么要复位到开始呢 因为难免去读的时候 想把这两个结构体再读出来 说不能从后边读啊 应该从开始读啊 将读写位置复位到开始之后呢 Fread干嘛呀 从FP所代表的文件 是不是就这个文件当中呀 每块是一个结构体大小 两块就是意思两个结构体嘛 采放在Ball B这个数据当中 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将那两个结构体 读出来在采放在Ball B当中呢 然后呢 他去干嘛呀 负循环去打印Ball B这个结构体 数据的两个结构体的信息 是不是啊 最后呢 关闭文件 然后 结束程序 大家注意 整个程序 如果说 能够将Ball A这个结构体数据当中的 前两个结构体 写到 是不是 他整个就是 将这前两个结构体 从键盘复了之之后 是不是写到文件里边去了呀 然后是不是 读写位置之后 将两个结构体 又读到Ball B这个数据当中 去了呀 那如果打印Ball B这个数据当中的内容 和Ball A当中获取的 那个输入的那个结构体内容 如果一样的话 是不是就验证了 咱们的一个 可以写两个结构体进去 也可以从文件中 将两个结构体读出来呀 明白 明白 好 那我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给大家看看哈 好 大家抬头看哈 稍等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应该是 FWrite加C 是不是啊 好 稍等一下哈 格式 转为UTF85BOM格式的 好 那这个写完了之后呢 大家抬头看 GCC 年龄是18 是不是啊 Number是11 年龄是18 Lily呢 这个Number是12 年龄是17 好吧 好 你看 是不是最后打印到屏幕上去了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他不仅打印到屏幕上 是不是他中间还写到文件里面去 又从文件当中读出来了呀 读到B2B当中 叫B2B打到屏幕上去了 是不是打印到B2B和你书 给B2A输入的是不是一样的呀 验证读出来了 是不是啊 因为我在程序当中 是不是打B2B这个数组当中的东西呀 获取输入的时候 4KF的时候 是不是给B2A这个数组 是不是负的这样 说明将B2A的前两个结构体写进去了 然后呢 是不是又读到B2B当中去了呀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 Test的TST 是不是在这呀 打开看一下 诶 你会发现什么呀 哦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Lucy有啊 Lucy 然后好多乱码吧 紧接下来 是不是Lily有好多乱码呀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啊 我跟你讲哈 首先 大家看 你这个结构体多少个字节呀 是不是每个结构体变成是18个字节 是不是同学们 其中Lucy的后边是不是都是什么呀 随机的呀 Lucy 只是这10个字节当中只占了4个 接下来第5个字节是法行要零 下边是不是随机的呀 哦不不 因为是全局的数组 是不是后边都是零啊 明白没有啊 是不是啊 全局变量不复出 他的职位零嘛 也就是说 这个字符数组当中 前四个字节是Lucy 啊 或者Lily 后边在这六 这这这这这 后边在那六个字节 是不是都是法行高零啊 都是零啊 它不是一个字符 所以说显示不出来 另外一个 这个NumberH呢 是不是整形的呀 注意 F-Lily 将内存当中的东西 原样放到内存 文件当中去 就是说你这个Number 如果是18的话 高三个字节是不是为理啊 第四节是不是 18的二进阵啊 它并不是一个字符的阿斯克嘛 那个字符的 显示不出来啊 所以说呢 NumberH是不是在里面 也是乱码 因为它会将Number的 那四个字节 原样放到文件里面去 明白吧 它不进行说 数字变成字符串 写到文件里面去 不行 明白 好 所以说呢 在Lucy后边 有多少个乱码呀 有多少个字节呀 六个加八个 十四个字节的乱码 明白没啊 哎 如果你这个Number 恰巧有一个值 碰上一个字符的阿斯克嘛 那可能随机显示 那个R字符 明白明白啊 如果碰不上的话 说明什么呀 那就那就显示不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通过给你看 Test的TTT的内容 是想要告诉你 F-Write 它会将内存当中的东西 原样放到文件当中去 因为那个整形的 变量的值 和哪个速度当中的零 是不是它不是字符呀 所以说在文件当中 外版外脑当中 是不是呈现不出来 明白了没有 呈现不出来啊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哎 他说 那为什么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我打印暴毙的东西 是不是又打出来了呀 是不是 同学们 又读出来了 为什么还对呀 因为F-Write 是将文件当中的东西 拷贝 读出来之后 原样再放到什么呀 再放到内存当中 明白了没有啊 明白 再将那四个字节 再放到nover里边 是不是 它又是 它又是那个什么呀 11 12 17 18了呀 意思是什么呀 这个F-Write 和F-Write 是将文件当中的东西 原样放到内存里边 将内存当中的东西 原样输出到什么呀 文件里边 不进行什么 整形软字符串 字符串软整形 明白吧 哎 是这个样子的啊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好了啊 那 这个呢 注意F-Write 和F-Write 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呀 是不是 它 获取或者是 读东西 或者写东西的时候 不是按字符串来的呀 是按字节来的 明白没有啊 明白吧 是按字节来的啊 就是说呃 你无论是不是字符算 是不是它都能读写呀 明白 按字符串来的啊 你提高这一个什么呀 这个效率哈 然后呢 注意F-Write F-Write 是不是将内存当中的数据 原样什么呀 输出到文件里边 F-Write 是不是将文件当中的数据 原样读到内存当中去 是不是啊 不进行格式转换 大家注意一下哈 以后呢 咱们读写文件的时候 用F-Write 和F-Write 会用的比较多 明白吧 那它的用法就是什么呀 同学们 就是 第一个 就是说指针 是不是啊 写的话是将这个指针 指向到内存 每一块是这么多个字节 这么多块 写到这个 文件指针 所代表的文件当中去 读的话 是不是正好反过来 那个 那个 那个字节流的那一个方向 好了 大家去 靠下这个代码 然后理解一下 F-Write 和F-Write 好吧 抓紧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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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